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又在 Lake Heaven 今天我又挑戰 雨虎 Toman 最近都是雨季 一直下雨 剛才早上也是下了一次 今天的釣框 我也不敢期望太高 看待會怎樣吧 Let's go 這一趟我們的目標很清晰 就是雨虎媽媽 在之前的視頻已經拍過了搜尋釣法 所以這次我們就注重在忽悠釣法 因為今天只是安排了半天的船釣 所以待會我們邊搜尋 邊尋找多慢雨花 希望待會會有媽媽賞免 一起拍一張照片 由於今晨下了一場雨 而導致湖水非常混濁 湖水的清澈度 是直接影響了釣框 再加上風吹 也導致湖水 微波荡漾 泛起涟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導致我們更難發現 魚花的位置 所以今天 又是一場 應戰 我一直瓦障礙區域拋頭 但是完全記不起魚來咬耳的欲望 四個小時 在船上一直包曬在太陽底下 加上一直拋耳 我的體力明顯開始已經下降 再加上我的攝影機 電池已經剩最後一顆了 所以此刻 我必須保持冷靜 好好善用我最後一顆電池 種種的情況 不但只是考驗了我體力 同時也考驗了我的意志力 我繼續拋收拋收 我和自己說 我必須盡力 堅持下去 直到最後一分鐘 但是隨著時間流逝 加上拋出去的耳 完全沒有反應 感覺今天應該又是白乾了 一直到我們要結束 今天的船吊的前一個小時 船工看到風勢開始轉落 就提議我們去找魚花 掌聲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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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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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是一秒鐘 會被吐出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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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不能不能 牠可以 牠 whoo ah ah 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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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了 不要打英文 左面是 lang可以打羽探 相對 突然 都在 反正 抱櫻 好長 OK,1,2,3 Oui,2,3 Ah Rp. 50mph,80am Rp. 81mph 82 822 好 这个人在5公里 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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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好 来 我来拍给你们的肩膀 啊 尸上尸上 尸上尸上 OK Goodbye Thank you 现在已经是钓完回来了 这一趟传钓于虎妈妈 这是千辛万苦 才可以请到于虎妈妈 上来合拍一张照片 毕竟人气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 需要不断的挑动 她才会愿意上钩 来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大家只是说 钓于虎妈妈 而不是钓于虎爸爸呢 主要是于虎妈妈的体型 会比于虎爸爸的体型 至少大一倍 至于于虎爸爸是不是渣男 不顾小孩 那就请有知道的朋友 在留言区告诉我 一般来说 双轻护右还是会有的 但是只是 意见的几率会比较少 通常都是单身妈妈在护右 不同的地方 对于护右钓法的选用的路亚 都有少许不一样 所以这次我是针对 不中Lakehaven的人气 到底对什么路亚有兴趣 适合钓护右的路亚 好像SP,Spinnerbait,还有crank 都适合来挑动人气 SP适合用在障碍区的妈妈 至于Spinnerbait和crank 就适合用在空旷水域妈妈 要钓到护右鱼骨的妈妈 我们就必须先了解 鱼骨在护右时候的位置 我们必须把耳 抛到他眼前 让他发现他才会咬耳 这一次我是用crank 来钓到鱼骨妈妈的 所以这一集我就专注在 用crank这个路亚 来钓鱼骨妈妈的用法 和大家分享一下 鱼球会跟着轻鱼的方向游 所以当我们发现鱼球上来换气的时候 我们必须观察它的阵型 并且预测它会游向的方向 然后再将路亚抛出鱼球大概一公尺的距离 然后快速回收 当鱼线靠近鱼球时 我们放慢回收的速度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 咚一声 提杆再补两枪 恭喜你 你就是最亮的仔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关于crank这个路亚 我有两个细节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crank的深浅度必须到达4.2米深度 大小在于7公分 不能小于6公分 颜色你就可以以黑红或青黄色 这两种颜色在不中 其实是蛮受欢迎的 至于品牌的话 如果你有预算就可以买 Gothica Hardcore 如果是预算不高的话 K2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记得深浅型要至少4.2米 第二个细节就是三叉钩 五强是必须的 必须把原装的三叉钩 换成五强的三叉钩 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crank 你们发现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crank 我在之前是采用同样一号的三叉钩 如果你是同时采用一号的三叉钩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你必须前后的三叉钩 采样不一样的大小 我的建议是前面用一号 后面你可以用二号 三号或四号 但是必须采用强劲的三叉钩 这样的setting会让你们crank 流起来会更烧 同时也不会发生像刚刚的问题 前后扣卡在一起 以上都是需要注意的事项 希望帮到大家变成最亮的仔 如果你把影片看到这里 请给这个视频一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 请赶快去订阅 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Ciao